大家好 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 我是童文勋 从2016年川普就职之后 他就誓言要抽干深层政府的沼泽 但是在2020年这个工作中断了 现在他有机会把这个工作完成 那么什么叫做深层政府 我们已经做过好几集了 所以就不再解释了 其实就是盘根错节在整个官僚体制里面 他的力量无所不在 那你要抽干深层政府的沼泽 要从华盛顿DC开始做起 基本上就是要把联邦政府的整个官僚体制 要把它修正 修正成什么呢 从一个非常庞大复杂的一个政府 来自非常的浩大的一个政府 把它变成小政府 那么每一个人就可能要顶现在好几个人的工作 所以他绝对是一个精英政治 派什么人怎么用人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哪一些人不能留了 那要不要辅导转职 这是第二层的问题 好 那这个就必须要谈一谈 也有观众朋友问过我 就是究竟那个被民主党人热烈攻击的 攻击到体无完肤的 那个叫做 那叫做Project 2025 Project可以翻译成计划 也可以翻译成工程 我认为在这个计划里面 因为它长达900多页 这整个计划呢 恐怕比较适合当作是一个工程 而且是一个改变美国政治跟社会跟国家的一个非常庞大的工程 你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复国的工程 或者说重新开国的工程 但是这个工程呢 很多人不认同 把它污名化 尤其是主流媒体的攻击 那么在这个过程 川普不得不在选举的时候呢 刻意跟2025计划来切割 因为他根本没有时间去解释 2025计划到底是什么 他甚至在他的肇事大会上面说 他刻意不去看2025计划的内容 这就是一种叫做禁事原则吧 干净的房间 我在一个干净的房间里面 从事我自己的著作创作 我没有去参考别人的著作 我没有去看参考别人的软体 因此在禁事原则底下 即使我想象出来的东西 我创作出来的东西 跟你有雷同近似 但我有独立的著作权 跟你的著作完全不相干 这个大概就是川普在竞选的过程中 对于这个2025工程或者说2025计划 他的基本的态度 他说我的计划 我的整个竞选的政界都已经讲 讲在那个什么地方呢 公布在网站上 我有一个47届总统的agenda agenda呢就是议程 我们开会的时候 应该要先准备一个agenda 根据这个议程一项一项来开 也就是说当你说它是agenda的时候 其实它没有细部的内容 还没有必要到发展细部的内容 这是我个人的政界 我想要往这个方向走 OK 好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 你说要怎么样抽干 深人政府的沼泽 到目前为止 川普有没有一个非常缜密的计划 经过智库完成 然后多方检查 检查过宪法 检查过法律 发现说都符合法规 或者说 这个是在宪法的某一个条文里面 我们可能有假说 以说 丙说 不同的学说 都没有被宪法 有人会认为说 你这样做可能有违宪的问题 那没有关系 那留给大法官会来解释 可是基本上 这些学说 不能够逾越 至少宪法的文字上面的解释 好 那所以我们其实应该要回头来看一看 到底这个2025计划 跟川普的47agenda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以及在川普执政之后 会不会这个2025计划 渗透到他的47agenda里面 有没有可能 那我们今天就花一点时间 来比较他们两个计划的不同的地方 应该这么说吧 我们可以列出至少10点的不一样的地方 那什么是2025计划 以及什么是47agenda 我们可以来做10点的不同的比较 第一个 2025计划工程 它是美国传统基金会 就是Heritage Foundation 它所提出来的一个保守派的建议 它是一个倡议 它的目的呢 是为了未来保守派的一个政府来铺路 它希望恢复一个保守派的政府 所以事实上 每一年都有一个保守派的一个 由传统基金会所举办的一个大会 有没有 我们介绍过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川普不但去了 阿根提的总统米雷也发表了这个 他的谈话嘛 那一场聚会呢 班农也去了 班农后来坐牢了 那现在在选前一天他出狱了 事实上传统基金会的这群人 本来传统基金会当时成立 就是雷根 当时还在当州长的时候 他支持这个传统基金会 他把美国的未来形容成 是在山坡上的一个闪亮的城市 非常的美好 这个愿景在那里 在山坡上的一个闪亮的城市 这个跟宗教信仰也有关系 那所以传统基金会 不管他的计划是什么 都脱离不了宗教信仰 因此为什么民主党 以及这一些主流媒体 已经酌情的这一些 这个集合体 对于这个2025计划这么的反感 几乎把它当作是一个十二不赦的 一个产物 把它污名化 那我们今天就花一点时间 让大家理解他到底想要做什么 甚至这一些计划的内容 会不会变成是川普的47agenda 因为他只有一个agenda agenda就是大纲的意思 所以他里面的肉 他的实体 到底会不会加入2025计划 可能有人会戒胜恐惧 因为主流媒体已经把它说成这个样子 那十个不同点 第一点就是 他的起源 原因 还有他的创作是谁 这个2025计划呢 是由传统基金会提出来的 或者是说由传统基金会的一群人 智库所共同提出来的 他的一个计划可以多达900页 显然这是一个非常详细的 而且很多人参与的一个计划 他不是凭空弄出来的 他对于美国现在的现况忧心忡忡 对于DEI 特别忧心 他希望回到传统的价值 保守的价值 但是回到保守的价值 不代表他一定会迫害别人 他只是希望把一切 往右派 这个钟摆拉回来一点 因此他提出来 这个主张的 整个执政的框架 相对之下 川普的四期的议程啊 只是川普跟他的团队 他的顾问所提出来的 更多只是代表他个人的意见 以及他的政治路线 就是一个方向 大目标 大愿景 因为在选举的时候竞选的过程 不可能讲的太详细 那再来就是整个政策的形成的过程 很显然的 2025计划是经过广泛的智囊团的讨论 还有一些政策专家写成的 当然 广泛的讨论 跟政策专家写成 都不代表他一定是正确的 因为毕竟他是站在保守主义的立场来看 他没有经过全民的共识 他没有经过更广泛的 可能要采纳中间的意见 甚至左边的意见 他没有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 但是很清楚的 本来传统基金会 他就是一个保守主义 整个保守主义的大集合 好 那川普呢 川普的47议成 其实没有经过同等规模的官方的智库 或是政策的专家团队来制定 所以他还没有实质的 他只是一个骨架 他还没有实质的肉皮肤 然后长相长什么样子 你大概有一个轮廓 还很模糊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他对于行政权的态度 行政权这个权力的态度 因为过去在法学领域里面 我们都会学到这一点 什么叫做行政议员理论 就是有人认为 这是过去的总统的幕僚所提出来的 尤其是在甘乃迪时代 他们认为说 总统有完整的权力 总统有完整的权力 甚至潜尼他的法律顾问 就特别主张这个议员论 OK 那他有没有依据 他有依据 他是根据宪法第二条来的 美国宪法第二条来的 所以对行政权力的态度 2025计划强调应该要加强总统的行政权力 加强他 应该要行政议员论 那47议程呢 川普对于47议程没有提到什么 就是行政议员化 没有他没有提到这些东西 可是不管他有没有提 对左派来说 对民主党来说 他们都认为川普本人 在上一次的任期呢 他已经够强势了 他展现了他对于行政权的强大的控制力 所以当他在连任的时候 他只会更彻底的执行 而且他有经验了 他只会把这件事情执行的更彻底 所以即使川普的47 agenda 并没有提出来什么行政议员论 可是我们可以相信 这个两边的想法是趋近的 在第三点这一点是趋近的 再来 因为议员论 所以呢 2025计划认为第四点 在人事的更换的问题上面 你要抽干深层政府的沼泽 你当然要大换血嘛 而联邦的这些官员 本来指派的权力就在总统身上 各个部门行政部门 他有在指派的这种权力 所以主管再去指派 他调动 没有那么大一个调动的能力啊 你不能随便就把一个人换啦 这个就给了深层政府的一个盘根错节的空间 对不对 所以当川普说 他要抽干深层政府的沼泽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 人事的更换啦 但是在上一个任期 川普虽然也是用 他的价值 他的执政的理念 来挑选重要的官员 但是毕竟啊 是不是要大规模的来更换 这些联邦政府的官员啊 他在这次的选举 并没有清楚的说出来 以2025计划 当然是用保守主义的官员来填补嘛 那川普用这么做 有 他在更换大法官会议 大法官的人事的时候 他很幸运啊 在他执政短短四年 他竟然可以有机会更换不止一个大法官 有很多的美国总统 事实上是连一个大法官的更换的机会都没有的 那么接下来他又四年对不对 那再下来呢 凡事很有可能 继任 而且一任就是八年啊 一做就八年 就连续十二年 这十二年中间又会换多少大法官 如果都是用保守主义的主张的法官 去填补大法官的话 那美国会完整的往保守主义回去摆当 这绝对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就这一点来说 其实跟2025计划没有太大的差别 那讲到这边都已经讲了四点了 下面还有六点 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 川普其实比保守主义 比右边的 其实传统基金会并不是极右 我们说的极右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光谱呢 比如说3K党啦 或是我们所说的极右派嘛 那我认为传统基金会 他只是因为福音雷根的这样一个理念 他只是在中间可能稍微右边一点 那川普不敢跟他站在一起 也就是说川普其实是比较趋于中间的 这就是我一直以来的判断 你要回去看他过去四年 执政的过程中他所做的事情 其实他蛮站在中间的 他是一个很中庸的人 这个是商人的特质 商人永远在一个问题上面 他找出最经济的方法 最有效率的方法 最省钱的方法 好 所以这种方法 应该都是会趋近于中间 他不会是走极端路线 这我认为说台湾应该要出一个 企业家来当总统的一个非常大的关键 管理的效率 当然没有成功嘛 有人临阵脱逃 好我们继续讲下去 所以205的这个计划 跟川普的47 Agenda 第五点不一样的地方 社会跟文化议题的方面 205计划 他有发扬光大 有点像一个国教 要把基督教啊 他的价值观的政策 他要把它强调在他的政策里面 施政里面 但川普会不会这么做 不会 因为他 基本上他自己的信仰 他很少说到他的教派 有没有 他很少讲到 他在文化战争的一些立场 是很鲜明的 可是具体的话 他会是用世俗化的方式 实用主义的方式 来做诉求 他不会直接从宗教来做诉求 但是他自己个人的感动 我们可以从他的当选宣言里面讲到 他说 他在被枪击 可以大难不死 他认为 是上帝要他来完成一项使命 所以这条命是上帝给的 他会珍惜啊 后面几年的时光 然后具体的确实的来旅行 他认为他所被上天所赋予的使命 就这样 可是他的做法绝对会是比较务实的 就很像赖兴德说 他是一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那么2025呢 就像是更务实的 更具体的 把所有的切片 怎么样把这个国家 做一个改造的工程 其实2025计划是更详尽的 但 对于保守主义来说这是好事 但是对于左派 对于民主党的支持者来说 2025计划就是末日 因为他重提了信仰 重提了道德 重提了所有的人都应该要为自己奋斗 自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美国的传统价值不是建立一个福利的国家 这对于他们来说都是末日 可是有一件事情 我们看出来 即使民主党都已经抢先 在川普还没有上任 就已经抢先来做了 就是纽约 因为纽约有一个政策 民主党执政 那纽约市呢 对于这些非法移民 其实至少有食物的补贴 可是这些食物呢 可能不符合这些移民的胃口 吃不惯 结果这些食物有一些被丢弃了 那也是浪费嘛 后来就有一个政策很奇怪 就直接给这些非法移民现金 这个补贴的政策 据说纽约市市长打了一通电话给川普 在川普当选之后 打一通电话给他之后呢 纽约市宣告这个现金的补助 给非法移民的现金呢 就停止了 这个计划就不做了 这个就是美国的传统的信仰跟价值 所有事情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我给你食物是一种恩赐 但不是给你钱 好第六点就是经济计划 2025计划呢 它的内容也有推动减税 然后也有监管的改革 就是de-regulation小政府 这个都是他们共同的信仰 然后还有一些保守派的经济政策 那47议程呢 它除了持续减税 然后反全球化之外 也有可能再提出新的经济政策 经济改革 就这一点来说 我认为川普的47 agenda 跟这个2025的project 事实上没有太大的差异 没有太大的差异 那再来就是对外的政策 2025计划也强调美国优先 可是具体的方向 可能跟川普的主张不太一样 川普的主张反而比较具体 川普的对外政策 除了强调美国优先之外 但是他绝对会根据当时的 国际的局势 以及国内的情况来做调整 因为他比较弹性了 他不像2025讲的那么的具体 好 再来就是环保的政策 环保的政策呢 2025计划 他要彻底改变整个环保的法规 那 川普呢 其实在第一任期 就已经放松了对环保的相关的规定 那他现在要把这个方 这个领域呢 就是要怎么样更健康的这件事情 放给小萝卜的甘乃迪来做 但是希望他对于比如说 开采石油啦 页岩油啦 这个问题上面 他不要管 在经济的方面 他不要管 也就是说 对于这些所谓的环保团体来说 或者这些专家 在过去 有很多的学生 即使要写博士论文 或者你要当一个可以被雇用的教授 你的所有的内容都要去扯上什么 绿能光电 气候变迁 你如果没有这些内容的话 你根本没饭吃 可是现在 川普当选了 所以这一些搞绿能的人呢 吃绿能饭的人 当然很焦虑 他的焦虑不是为了这个地球好 因为很多事情还没有得到证实 他的焦虑更多的是为自己的一碗饭碗 好 就这一点来说 我认为 2025计划 可能比较右边 但是川普呢 他就比较站在中间 这是有关于环保的问题 那绿能问题绝对是翻过另外一页了 turn the page 再来是教育 第九项就是教育 教育的部分呢 2025计划 他尽可能的认为说 孩子的教育权在父母身上 所以他提倡一个东西叫做 学券制度 学券呢 就是说 我有一个coupon 这个coupon可以去领钱 或去换取一些资源 或是时数 但是你不可以强迫把小孩 送到学校 公立的学校 或是私立的学校去教育 就这一点来说 川普其实在上个任期 就非常支持 有很多家长希望能够在家教育 他不要把孩子 交给学校 你把他交成第一哀了 所以有个笑话说 早上送进去的是一个儿子 或者送进去的是一个女儿 出来的时候 下午去把他接回来的时候 儿子变成女儿 女儿变成儿子了 这是太离谱了 美国在这几年真的是走得太离谱了 那就这一点来说 我认为两个计划是很接近的 再来 政治立场 因为还是说回来 跟第一项跟第二项很像 就是基本上政治立场 都是右边的 可是2025呢 更具体 他有非常多的有关于政治的方向 高达900多页 不具体怎么写出900多页呢 可是呢 川普来说 他更侧重的是一个政治目标 还有竞选承诺的一个对线 好 所以呢 还没有办法做非常多的细节的比较 是因为2025有细节 但是川普的47 agenda 还没有非常多的细节 将来他提出来细节的时候 也许我们再回来做一个比较 不过我们可以确认一件事情 就是传统基金会的这群人 有一些人可能会进入川普的阵营 他们当然会对他们所关注的这些目标 对川普的执政产生影响 这是必然的 好 那所以我们回来看 民主党认为2025计划有哪些问题 我们也要来听一听 他认为 2025计划是一个 威权主义跟独裁的形象 前提是 民主党人认为2025计划就是川普的计划 但问题不是 川普其实还没有很具体的说 他到底要干嘛 也许他现在选上了 他可以好好的来看一看 没有近视原则了 他可以还好好的来看一看 2025计划到底是什么 也许他会觉得很棒 我会让政府有效率 所以这个倾向于威权跟独裁 只是倾向而已 因为美国不可能完成独裁 有宪法法庭 然后有各州 各州实质上有各州的州法 放给联邦的权利 其实只是一小部分而已 甚至在堕胎的权利 川普还支持把这个权利 通通都还给各州 这不是联邦应该要管的事情 所以你说要夺权或是扩权 我觉得不尽然 就像台湾要修宪 有人说是在扩权 不是的 不是的 如果说 有违宪 那回头 就 大法官认为有违宪的部分 再把它修小一点就好了嘛 否则的话就是司法权扩权 所以有关这些问题 其实换汤不换药 到哪一国都一样 因为都是基于宪法 所形成的一个民主国家 那要走向威权呢 就是你突破了 法令没有给你的 你去建立了几个黑机关 你把政府变大了 这不行 可是川普 包括伊隆马斯克说 他要来协助这一块 把政府怎样变小 他从来没有要把政府变大 好 所以这个是民主党的批评 我觉得这个是 严过其实 就是说会威权跟独裁 再来他说会破坏 法治跟权力的分立 因为2025 再说一遍 2025不是川普的计划 那所谓的行政议员论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理论 就是说在宪法第二条 美国宪法第二条 究竟可不可以行政议员论 的确可以更有效率 今天中共为什么 在很多事情上面有效率 东西不见得好 可能是豆腐渣工程 可是当他说他要开路的时候 就把土地匪征收了 就是强拆了 你若变成丁子户 就会被迫害到 胜去失去生命 还不是失去财产而已 那有些人认为这才对啊 那民主国家反而会延宕 很多事情没有办法推进 过犹不及 所以现在的整个美国 政府行政的效能的问题 怎么提升 它像一头大象 很难转弯很难运动 而且各个政府之间 跌床嫁屋 平行的联系非常的困难 所以要怎么样改变 这个官僚的体制 绝对不是侵害民主 而是改变官僚 因此我们可以把democracy 民主党认为说 川普当选就会伤害民主 一再的说democracy会被伤害 我们把这个字替代成bureaucracy 官僚会被伤害 可能才是事实的真相 深层政府最怕的就是 整个官僚体制怎么样 被铲除了 被改变了 大政府变成小政府 那当然它布局了这么多年 几百年来 他们一代接一代 建立了这样一个官僚体系 深层政府 就完全被连根拔除了 好 所以再来就是 基于因为democracy被侵害了 所以民主党人认为说 这样公民的权利跟自由 就会被侵害 其实恰恰相反 现在官僚这么的庞大 他们对于言论自由有没有侵害 侵害到非常的彻底 连脸书的左客博都出来承认 FBI 包括白宫都直接对他们要求 要怎么样 要管制脸书上的言论自由 他说他非常的后悔 如果事情重来一次的话 他再不会这样屈服 的话是这样说了 可是这件事情的重点就是 他证明了 在民主党的手上 才是真正的侵犯言论自由 我们倒没有看过 前面在川普执政的四年中间 他用行政权去侵害了谁的言论自由 相反的 他自己即使是总统 他的言论自由都被侵犯 他脸书被关 他的推特被关 最后没有办法 只好去成立自己的自媒体 好 再来 就是因为主流媒体的宣传 所以其实美国的一般民众 对于2025计划呢 是非常不以为然的 那这个是因为媒体的影响 所以如果有一天 这个2025计划重新 可以再被检视的话 那也许会改观 所以用理性的角度来探索 讲事实 不要用各种 这个稀奇古怪这些opinion 这些意见 来评价这件事情 好 所以我们做一个总结 2025计划里面的权利议员论 如果从宪法的角度来解释的话 那本来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空间 宪法第二条 美国宪法第二条 本来就是授予总统对于行政权 整个行政的管理权 在联邦的这个部分 有权力监督 有权力指挥 以及控制 所有政府部门的运作 那所以行政议员论 在宪法来说 没有问题 它可以更有效率 确保政策的实施更一致 这可以让美国这头大象 变成是一个可能是一头雄狮 或者甚至是猎豹 更灵巧 可以直接反应 再来行政效率也可以提升 我们常有时候只是为了去换一张驾照 哇那个排队 那个排到快疯了 所以有时候去银行也一样 所以你尽量要数位化 尽量可以减少要去行政部门 否则的话常常是一天就这样花掉了 再加上开车 停车 这真的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以前我们常笑说 你哪有那个美国时间 这个都是不必要的时间的浪费 也是国力的浪费 那剩下的就是一些政治任命了 我觉得这无可厚非 民主党执政之后 他不是用民主党自己的人吗 包括他的教育部部长 不是吗 共和党执政当然用共和党自己的人 这有什么好哭的 然后我今天讲说 你如果当总统 你要当一个全民总统 那你自己当总统的时候 你有没有要求自己当全民总统呢 赢者全拿 这不应该 应该要当全民总统 理论上我们都同意 可是实际上做起来 我的观念跟你不一样 我跟你讲话可能 话不头句都半句多了 我怎么可能还会用你呢 但川普是一个奇葩 川普总是用之前会骂他的人 只要明确的知道他的能力是可用的 所以我觉得在川普身上 反而有机会变成全民总统 这不是我们期待川普是一个能人 或是超高的能力 我们所有的人都寄望在他身上 而不是 而是当他变成总统之后 你就要去理解他会怎么做 你要去配合着做 因为他不会以你改变 他不会因为你而改变 你必须要因为他而改变 你甚至要预做准备 他既然都已经把他的政策 跟他的方向讲得那么清楚了 那一路往前走 你不可以先跑在前面等在那里吗 笨鸟要先飞嘛 对不对 慢鸟要先飞嘛 好所以 有关于2025的计划 跟川普的47的agenda 我相信在他就任之前 1月20号之前 就会非常清楚了 这中间其实有一些重叠 而2025计划 也不像民主党的人 跟主流媒体所批评的那么不堪 确实有一些可能需要修正 往中间再靠近一点 而川普他本来就是一个站在中间的人 这是我一直以来的判断 欢迎大家提出大家的意见 我们下一集见 养好的睡眠挺直 是维持健康的BOR法门 Apollo Fiber Insight 养生暖电 采用独家超纤维电热及温控技术 可安全地持续使用 并保持温度55度C 就能杀死床垫 及棉被内95%以上的塵满 消除塵满及过敏源 让您熟睡一夜好眠 养生暖电 养生暖电 养生暖电